3 2 3 4 5 6 7 8 4 2 3 4 社區居民朝夕蓬勃在巷弄裡跳健康操 或者鏡頭拉遠一看 巷子周遭的環境整理得乾淨整齊 牆面彩繪的繽紛燦爛 台中有彩虹眷村 現在基隆也有彩虹上 哎呦真的不錯 這個點真的是讓人家會 奇怪了 怎麼跟以前會差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點是值得我們 每個禮可以來觀摩一下 精心改造這脫胎換骨的程度 連別離的里長都讚嘆 跑來觀摩學習 這裡是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125巷 因為基隆多雨潮濕 加上之前沒有整理維護 原本巷子裡是一片老舊斑駁 陰暗的景象 不過在附近教會 有一名叫有高牡丹 因為愛釣魚常去海邊 發現海邊的石頭形狀多樣 拿來彩繪似乎不錯 又看到教會的青少年 自己彩繪了三面牆 啟發了他把石頭變成彩繪牆面的想法 從去年11月開始 他號召教友跟居民 把巷子打掃乾淨 石頭清洗 打底上色後加以利用 一起動手改造 從那麼小顆 然後我也沒 我是沒經驗的 但是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我可以 我就是想要營造社區 我想要讓基隆 有更多美麗的景點 一個念頭改變了社區面貌 基隆正定於港 跟這條深澳坑路125項 都是成功的案例 未來希望帶動更多社區 一起美化環境 把這個露向美學的風潮 傳播出去 TVBS新聞 劉欣甲黃凱敬 基隆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